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台北市长的选举当中所有的计谋 其实都跟年底的台北市长没有直接关系 都是两年以后的2020年 有一种说法 现在台湾有一种说法 说由于蔡英文现在两岸关系如此之僵局 如果中美贸易战真的继续打下去的话 台湾受伤是毫无疑问的 即便是大陆受损伤 不要忘了 大陆出口美国的主要出口商里面 台商在前十名里占了三个 而且更多的台湾商人都在里面 说实话 打得重一点 台湾受损是更重 台湾经济肯定会受影响 当然 而蔡英文的拒绝久而故时 在2020年 在台湾经济不好的时候 基本上就是片王毒药 民进党也要想为 凭这个台湾的经济解套 也要为2020的两岸关系解套 突然发现 柯文哲是最好的 现在柯文哲从来没说过他要统一 他就抛出一个两岸一家亲 但是柯文哲是被大陆所接受的人物 是 民进党也能接受的人物 民进党选民我说的是 民进党选民也能接受的人物 很多浅蓝的民众也能接受 所以柯文哲有点逐渐逐渐变成了台湾的最大公约数 有人说民进党有一些人在操弄什么呢 既然柯文哲是这样 那民进党很简单 我直接就跨过蓝 我直接跟柯文哲一样 转成红 白 你叫绿转白也行 你叫绿转红也行 干脆让你这帮人 台独者全部边缘化 统一者也边缘化 我们来 包括赖清德最近 口号全变了 是的 您怎么看台湾这个现象 我觉得台湾 我们讲台独这个议题 困扰了台湾二十几年了 这个议题在很多人眼里 包括我在内 我认为这都是假议题 没错 他从来不认为说台独是一个 它可以是一个理想 可以是煮起来的一个梦 但是他们都很清楚 这事情不会成真 只能说不能做 但是这也是一个 他们做生意的一个手法 当然了 取得包括了 这个台独当中 他们可能可以衍生出来很多商机 他们甚至 您看这个 现在被逮的台湾民政府 什么的 随随便便可以吸收 这么多高知识分子 好几亿好几亿进来 没错 所以对他们来讲 这只是一个钞票问题 起码也在国际上 人也觉得给国际的一些反华者 也有一些机会可言 当然 但是你说最终他们的目的是什么 我觉得当然不是为了台湾的一个建设 我觉得他们现在所做的 民进党这两年两个月当中 他们其实消耗台湾的老本 消耗的相当厉害 包括了现有的建设把它拆了 建好的东西也不用了 对啊 三千亿建起来核四居然不用 是 我真是不可理解 我相信这事业上没有任何一个 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理解 目前台湾所做的事情 但他们一定都会同样庆幸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国家没有民进党这种党 那这样子去消耗自己的 这个等于说整个基础 社会资源 社会资源 对于这个民众的生计也毫不在意 所以你看这些农民 不瞒您说 台南这些农民 现在到了一个愤怒的极点 哎呀 烧民进党党政 我看他们上街的时候 说民进党不下台 这个台湾的什么价钱都上不来 是的 所以这个他们也明白了 可是明白了之后 在选举当下的那个情感作用 最后让他们投给谁 我其实并不认为 他们会投给蓝道 他们可能还是投给绿的 没错 因为情感上面不同 所以我刚刚有提到说 如果民进党真的要认真打这个仗 他不要提姚文之 他提王世坚 对 可能都还能够票 起码认为你和认真你 所以大家我就发现 这个投票不是一个理性的问题 他是一个感情的72小时之内都可能会发酵的一种 所以台湾有含泪投票的必须说吗 是的含泪投票含泪不投票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确实柯文哲有可能会变成大家共同的一个公约数 因为柯文哲有个特性 他的妥协性特别高 没错 他对任何事情他都可以妥协 对蓝对绿 对大陆都可以妥协 然后他可以把自己做错的事情他就说那我承认错了就是了 变成大家会突然之间觉得这个整个台湾政坛里面每一个人都在用不同的话术去掩盖自己的错误 就唯有他会去用一个最诚实的方式说对我那时候就是有坏心眼所以我做错了 怎么会有这样的人呢大家就觉得很新奇很新鲜 所以对他的一种这个同情或是把他当作一个无害者的一个情绪就会产生 所以我我我其实认为啊这个这跟Donald Trump的一个整个上来的过程差不多差不多 但是把看当成一个笑话最后变成一个真的对 那我觉得柯文哲是具备这样的一个条件 你认为就是说还是这样因为柯文哲不管怎么样他虽然没有表示同站直接说出九二共识 但是他提出了两岸一家亲 起码让大陆不能直接的对他有任何的直接的拒绝或者不满 就说柯文哲台北市长这几年是大陆能够接受的 也就是起码给了台湾民度一种想象 如果有一天柯文哲坐进了今天那个位子 是不是他也可以接受 你不要挑战我范率的底线 我不承认九二共识 但是你也没承认 可是你用另外一个方式在表达 也就是说柯文哲能不能为民进党在九二共识 或者说一个中国两岸问题上来解套 我想主持人的意思应该就是说柯文哲能不能够把九二共识 变成九二共识的2.0版 对 是这样一个现代的说法 拿出一个新的论述吗 其实柯文哲一直所做的就是这样子的事情 也就是说他把所有的事情都模糊化 他虽然当时他是靠着所谓的反黑箱来当选的 他当时最大的口号就是反对黑箱 但是他后来所做的事情 所以一切都黑箱 因为他发现其实黑箱本身他具有一个保密性 那当然了 对他来说是一个烟雾弹 但是呢 他可以做到他真正要做的 也不会去伤及他的支持者 所以他是一个我认为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 但是呢如果说对于所谓中华文化的一些底蕴 我认为他根深蒂固来讲是一个投机者 他不是一个有得者 他对于这个所谓这个一个人的品德 我们常讲啊这个选嫌与能嘛 品德对我们而言 照理说是一个中华文化的一个社会底蕴来讲 应该才最重要的 但现在变成一个投机者 他能够用最聪明的方式 最简洁的话术 能够说服选民把票投给他 他都做到了 所以这表示选民的素质 他的思维都在往下走 这个问题衍生另外一个问题啊 其实时间的关系我就不得不打断你 如果说柯文哲能够成为一个台湾的选民的 很大的一个公约数的话 国民党就面临到边缘化的问题 是 因为什么 人家不承认九二共识对岸也能接受啊 是 你把你把这九二共识有什么意义吗 有人说国民党 如果真的面临这样一个边缘化的时候 民进党很简单 民进党是一个非常flexible的政党 我跟柯文哲和别吗 我选你柯文哲当民进党当主席不就完了吗 是 对不对 我们就我的主张就是你的主张 你的主张就是我的主张 把柯文哲拉进民进党 还是民进党执政 是 对不对 可是国民党就不行了 对 国民党跟柯文哲是绝对是不可能直接合作的 国民党的九二共识 有可能会被别人 是 有人说国民党要不要举起来统一的大旗 其实国民党应该没有不举统一大旗的条件 国民党本身的一个党的精神就应该是最终要谋求两岸 这个统一的一个方向 我觉得这个事情他们过去这段时间可能都是模糊化 也就是说为了政治的政治的考量 他们把这个两岸统一这个事情呢 搁置 他认为这是一个争议问题 但是其实国民党如果说走向这样的一个方向的时候呢 他们必须要让民众相信说 国民党的领导之下的统一会比民进党领导之下的统一要更好 我觉得这是一个制度之争 也就是说 你想从这个层面来解套 是 我觉得国民党一直没有想通的一点就是 中国国民党怎么能够不去讨论中国 怎么能够避谈中国 你也既然谈中国你就无法回避统一的问题 是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所谓自信心已经低落的问题 以前常常提到 我们是这个大陆的这个民主的灯塔 我们会是未来两岸之间一定会走向一个良治 而不是两治 但是国民党现在对于这个部分的这个说法 已经慢慢的视为 因为他们连执政的权力都没有的时候 他们怎么去说服 所以国民党党内 有人提出来把国民党改成台湾国民党 这都有市场 但是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一点 我跟一个台湾朋友聊聊天 他说其实像他同意非常同意您的观点 台独是假议题 但是台独很有用 这个主张很有用 台独是说给谁听的 说给国民党听的 因为我主张台独 我就可以和你旗帜鲜明的 市场区隔 区隔掉了 因为我选民就很清楚 因为民进党就是要为台湾老百姓 他就是要独立 国民党又不敢喊统一 又不敢喊独立 你到底是什么 切身不明 所以切身不明 说白了就是你切身不明 没有错 你曾经支持过 你曾经我们在你的领导下 台湾坦生过奇迹 但是那是以前的 蒋经国死了 对 没有蒋经国了 现在就是当民进党的台独 不管他能不能做 民进党肯定不会台独 但是民进党台独主张 已经跟国民党分割了 现在柯文哲的模糊的这种主张 也有可能被对岸所接受 起码被台湾老百姓接受了 你国民党 你再没有一杆大气举起来 要么你干脆投降 我跟你一样 我也坚持模糊 要么我要怎么做 你不能没有一个主张 是啊 对呀 你是个政党 对 您怎么看 我觉得国民党是蹉跎了一些 他们当时最好的时机 对 也就是两岸之间 我们看到当时的这个马席慧 其实是可以把两岸之间的往来 从一个潜水的一种商业交流 文化交流走向一个政治交流 但是政治交流在这八年当中 从来没有发生过 我觉得这一点是马英九 当时没有做到的一个最大的遗憾 今天时间的关系 我们只是跟大家谈到这里了 我们感谢吴崇晓先生 谢谢您 谢谢主持人 谢谢各位 谢谢大家 再见